郭晶晶头戴三块钱皮筋,卸纳睡衣还有游自中国的有钱人还是不少的,就明面上来说,有不少曝光率不低的豪门太太,不过有些阔太太并没有想象中锦衣玉石,出手大方,恰恰相反,因为在生活上太过于精打细算,甚至一度被人当作是抠门,最有名的当属郭晶晶了。 郭晶晶在奥运会上取得大满贯后,顺利退役加入豪门,不过依然保持着非常朴素的作风,头上扎的是三块钱的皮筋,对于这个皮筋问题,她本人也大方承认,并说,皮筋本来就是三块钱,不能让它改变价格成为三百块吧。 这样朴实的回答,也是圈了一波本,而赌王的太太梁安琪,一方面有锦衣玉石的生活,比如出门有私人直升飞机,而且住豪宅等,但有一些细节,仍能看出她勤俭持家的一面。 比如到现在还是用着按键的老年鸡,过期的化妆品,也会留着用来擦手。 女首富陈丽华,曾经在访谈节目里,谈到自己一天只花十块钱,最爱吃的还是一些非常便宜的家常便饭,而且也没有别的不良事好。 虽然对于自己抠门,但对于别人还是非常大方的,而不光是这些豪门的阔太太们,有些演艺圈的明星,也是以勤俭持家为名,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谢娜了。 谢娜虽然是湖南卫视非常有名的主持人,但有些细节还是看出来她非常勤俭的,有次录节目穿了自己睡衣,不仅裤腿有一只因为穿得太久已经没了松紧,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上面还有一些油字,即便是这样,她也不愿意去换睡衣。 工人家庭出身的赵丽颖,在成名之后也是十分勤俭,很少买大牌包包的她生活也是特别低调,而在成名后,还自己出钱给家乡修了路,也是十分耿直朴实的做法了。 虽然这些阔太太明星们享受着比常人更好的生活,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勤俭持家,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一直以来的传统美德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